早期的综合格斗有三大狠人绝不能惹 左腿之王密尔科 腰刀一出 见血封喉 天生神力兰德曼 无情暴衰 催命判官 还有俄罗斯战神飞多 能打能扛 身不可测 当年誓死如归的残酷类台 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 在UFC赛事火爆之前 全球最炸烈的综合格斗比赛 快爱的说第二 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 颜面践踏 互相毁容 武林进招 足球踢 那些你看过没看过的狠招 在这个擂台 只不过是些毛毛语 那么上古时代的大神中 谁才是最凶恶残暴的鬼剑仇 谁又能让这些鬼剑仇 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 答案就在今天的这期视频 擂台中真正的鬼剑仇 并不是外表上的凶神恶煞 他们不单单是出手毒辣 还必须有着自己的看家绝技 每当对手想起他们时 都会不自觉地裤裆一失 不寒而栗 先从第五位说起 头挂重金属输出全靠后 熊一样的过人力量 狼一般的凶狠性格 每次出场不学几声狼叫 就感觉浑身上下都不得劲 所以这丝绰号狼人 别看不打架时像个逗逼 但只要把这丝扔进擂台 那绝对是毫无人性 寿性大发 回想当年UFC总裁白晓拿 带着自己最得意的选手 冰人力德尔远赴日本 想要再批了一台大展拳脚 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先一路杀进总决赛 再和猿人喜尔瓦 来一场真刀真枪的硬碰硬 看看哪家赛事的选手更强 可谁也没有想到 当冰人终结锤子 轻松打进了半决赛时 这批恶狼却半路截胡 把胜券再握了白晓拿 灰头土脸地送回了美国 说起狼人最狠的比赛 那就必须提到这一场 2004年的这场比赛 也让狼人成为对手的梦魇 就在比赛的首回合 狼人被对手带入到地面 拿到尚未优势的狼人 却被擅长地面站的对手 用联系的重腿 踢得抬不起头 狼人刚把头埋了下来 等待他的又是狂轰乱炸 摔跤手出身的狼人 虽然抱摔能力不俗 但是遇到八柔黑带的对手 是龙也得盘着 是狼也得握着 当对手双腿缩胯 正在布局时 只见狼人临危不乱 凭借着移山拔海的惊天神力 把对手连根拔起后 举过了头顶 下一秒就该轮到对手哭了 被发怒的狼人 狠狠地摔在地上 后面两击杂拳纯属多余 因为对手早已经不省人事 局势被狼人瞬间改写 对手也被摔了个灵魂出窍 面对八柔高手的压制困境 狼人以暴致暴 一招致敌 这毫不讲理的一幕 不仅展露了狼人的野性 也成为了生涯的高光瞬间 那么究竟有没有人 能够驯化这批残暴恶狼 答案是当然有 在早期的Pride立台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脾气暴躁属狼人 一语猿人变态敌 好吧这句是我瞎编的 据说在当时的后台 所有人都对猿人忌惮三分 更没有人敢和他坐同步电梯 只有狼人有幸和猿人 在电梯里度过了二人世界 这件事 狼人也在节目中多次提起 用来证明自己的胆量有多肥 这么多人忌惮猿猿人 一是因为他天生的面相 如果让他扮演头号恶人 化妆组完全可以上班摸鱼 别看猿人外表凶悍 你就觉得这个人 在生活中不好相处 其实当他踏入擂台 出手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在哪都不好相处 第二点是因为他穷凶极恶了打法 别人来这里是为了比赛 而裸拳出身的猿人 更像是来这里找人玩命的 别人出招大多有章法可循 可擅长街头也嫁了猿人 所有出招都是随心所欲 毫无章法的双拳 就像李逵手中的巨斧 我只管尽情地抡 剩下的就交给上帝去吧 来自巴西的猿人 腿上的功夫自然不差 从小混进在足球王国 让他的足球踢和颜面践踏 每一次都可以精准地射向对手 曾经在对战日本名将时 对手不慎被猿人击倒在地 本以为是噩梦的结束 但是轻易地罢手 这才不是猿人的风格 残暴无比的行为才刚刚开始 猿人快速抬起了右腿 用脚跟的位置 一脚接一脚地踏向了对手 每一腿都是瞄准对手的面门 摄影师本能身体厚痒 生怕待会流血见自己一身 看了裁判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再不出手叫停 擂台事故这口大锅 自己铁定是背上了 前面也提到过 猿人失败了擂台 唯一把狼人打服的男人 这是猿狼首次交手 狼人一上来就发动了爆摔 随后双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擂台上滚起了地板 观众能忍 裁判绝不能忍 很快就让双方回到了战力 虽然猿人在身板上 比起狼人足足小了一号 但是打起架来绝不手软 只见他快速用双臂 控制了狼人的颈部 一息接一息的大力撞膝 让筋疲力尽的狼人无力招架 整个人贪软地倒在地上 但刚一倒地 猿人残暴了足球梯 就奔着狼人的脑袋尽情射门 狼人也在心里盘算 我可不是怕你 主要是地上太凉 我还是先站起来再说 可是身体还没站稳 就被猿人该死的孤头控制 就这样狼人进入了死循环 不敢倒下也站不住 最终狼狈地输掉了比赛 但是此战没过多久 不报此仇不罢休的狼人 就再次约然猿人打响了二番战 正所谓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当双锋进行了第二回合 猿人在狼人进攻时 狂野的摆拳直接抡重 狼人瞬间失去斗志连连后退 猿人快步紧跟 想要提前下班 还是熟悉的孤头撞膝 还是熟悉的单方碾压 只不过这次 狼人的半个身体 已经被打出到擂台之外 猿人也凭实力告诉狼人 在哥面前别提什么残暴 没事也别装什么大一把狼 但是这两场比赛 也为他们埋下了导火索 猿人和狼人这两位宿敌 前后进行过四场禽兽对决 第三次在2008年的UFC擂台 第四次在2018年的Bellet擂台 双方以2比2的比分 结束了多年的恩恩怨怨 但严格来说 在双方的巅峰时期 猿人的出手要更加毒辣 转战UFC擂台的猿人 逐渐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规则的限制等于自费武功 曾经最擅长的足球踢爆头 在这里你敢用就是自找犯规 所以本能抬起腿后 也不得不收腿改为杂拳 或许老袁不是最好的UFC选手 但论街头打架 袁人还没怕过谁 几乎每一场获胜都要与屠戮收场 完全没有任何怜悯可言 那么问题又来了 有没有人能灭一灭老袁的嚣张 答案是当然有 这个狠人在擂台只办三件事 爆头 爆头 还是XXX爆头 他是早期破坏的时代 最顶尖的左腿之王 也是现代版的风神腿涅风 被他一腿踢晕的对手 多到连自己都数不清楚 那台上真正的高手 都是乌透本心的大道质简 站紧了每次出腿 没有繁琐的花里胡哨 只有简单粗暴的一招必敌 听起来好像十分的简单 但能把力量 速度 精准 三体合一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就像李小龙曾经说过 我不怕练过一万种腿法的人 只怕把一种腿法练一万遍的对手 而站紧的密尔科 就是把简单的招式练到了极致 右腿院 左腿坟墓 就是对他腿弓的最好诠释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 WWE冠军阿伯托 在竞云娱乐摔角之前 也曾在格斗立台打过比赛 甚至还对上了战警密尔科 但是巨大的实力差距 让他在战警面前 只撑了短短46秒 就被战警的高扫一击爆头 有人曾经说过 战警的左腿就像一把腰刀 以此来表示这把武器的锋利 可是这把刀究竟有多快都锋利 恐怕猿人最有发言权 早在2006年 双方在半决赛相遇 这已经是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四年前的一次大战 双方有来有往不分宣制 最终比赛结果也平局收场 而这次的重量级大奖赛 双方再次成为了对手的眼中钉 当首回合进行了五分钟 战警踢出中段扫踢 势大力尘的风神腿 直接踢在了猿人的腰子上 强忍疼痛的猿人 为了晚年的幸福生活 而不得不放低了战架 这就是战警的目的 不仅打乱了预判 杨对手行动缓慢 当战警再次剂出腰刀 猿人下意识地保护腰子 但头部的防守几乎为零 战警又快用准了左腿 像死神手中的夺命镰刀 不仅收抖了猿人的灵魂 杨对手的头皮瞬间炸裂 倒地后凄惨的画面 看得人是头皮发麻 既有心理博弈的战术 也有八倍镜般的精准 刀锋划过之处 一抹血色残阳 这就是左腿腰刀的可怕之处 但是下面这位狠人 却只用了短短两分钟 就让战警坠入到无尽深渊 这是战警在综合格斗的一台 第一次惨遭KO陷入昏迷 甚至醒来之后 还问自己的团队 刚刚发生了什么 完美身材 泡面发型 江湖人称怪力男 他就是凯文兰德曼 他是UFC历史上第五位重两级冠军 摔跤手出身的怪力男 仿佛有着用不完的力气 每次开场之前 对手什么都没说 怪力男就先跳为敬 自觉的先消耗一波体能 你就知道这个家伙有多变态 重拳轰倒 暴力壮息 带着重两级大家伙起飞 这怪物可以说是能扛能打 在怪力男身上 充斥了力量和野蛮 2004年4月 他和战警初次碰撞 在比赛的首回合 怪力男一边移动 一边寻找机会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双方的第一轮交锋 就成了比赛的最终绝杀 战警还没机会出拳 就被怪力男一拳轰脸 迟到重拳后的战警 双腿一软躺在了地上 对于油箱满满的怪力男来说 这一刻简直就是送分题 于是怪力男二话不说 提起拳头挥向了战警 就像一头野兽死咬着猎物 去世已久了拳头 像一发接一发的重型炮弹 全部轰炸在战警的脸上 直到战警彻底陷入了昏迷 裁判叫停了比赛 抠出护齿 战警一拳没出 就被这头野兽逮到了命门 怪力男的狠 你已见到 但是有一个人的存在 将这头野兽训化了没了脾气 面无表情 冷酷大叔 无论是输是赢 你在这个人的脸上 完全看不到任何波澜 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人狠话不多 他就是格斗沙皇 飞多 今天介绍的五人当中 当手飞多实力最强 没有张扬的性格 没有多余的招式 却全权平A出暴击 打着那些对手浑身酥麻 无论是安排巨人 还是安排人形坦克 无论是UFC冠军 还是日本的格斗希望 你们都通通的放马过来 飞多这边是照单全收 前面提到过四位高手 战警 狼人 怪力男 都已经被飞多收拾了个遍 只剩下一个猿人尚未交手 如果双方真打起来 猿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飞多的猎杀名单 当年在这三人当中 有一场比赛全程高燃 流传至今 只需要一个镜头 就能让人热血澎湃 终身难忘 摔跤手出身的怪力男 从高中就开始专业训练 被他摔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手眼伸法部 早已经被他玩到滚瓜乱熟 但是这一次 他却遇到了一件怪事 2004年6月 怪力男对上了飞多 便在大奖赛四分之决赛交手 一开场的怪力男 就像往常一样没有墨迹 直接打出四拳作为右耳 用一招连贯了下潜抱摔 就把飞多放倒在地 就在飞多挣脱了过程中 怪力男从背后拦腰抱摔 把飞多举高高之后 怪力男使出了全身力量 带着飞多一起空中漫步 飞多整个身体悬空之后 脑袋朝下重重地摔在擂台 整个身体折成了一个大写的C 现场的观众和解说彻底疯狂 这一招可谓是真正的暴力 稍有不慎当场瘫痪 假如换到其他人 或许早已经九死一生 但飞多却毫发无损 甚至还能从怪力男下位逃脱 反压在对手身上一顿爆锤 接下来就该考验怪力男了 飞多把攻击的目标 转移到了怪力男的手臂 轻而一举的拿到了把位 用一招目尊锁完美翻盘 整场比赛只用了短短90秒 观众的心也跟着跌宕起伏 也让观众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这一战怪力男输了心服口服 对飞多更是满满的敬畏 飞多的狠从来不会服于表面 而是沉淀着内心的弃而不舍 正因如此 他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 在龙争虎斗的残酷年代 成为了重量级当之无愧的众神之神 擂台是冰冷的 但是他们的血是炙热的 每一位都是那个时代的狠角色 也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接一场的视觉盛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也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心中的格斗狠人 我们下一期再见 we hook up in my car driving so far play your guitar you'd show me your arm let down our guards think with our hearts stare at the stars we would never ab